新台灣星光大大 最近好像兩黨的下一屆總統的正負搭檔越來越明顯 國民黨那邊說立法院長王金平原則上應該留在立法院 現在看起來就是吳敦麗跟蕭萬長兩個二選一 另外民進黨今天時報週刊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信息 不是只有蔡英文說後天我邀所有天王都一起來 大家好好談一談 蘇貞昌先出招了 前幾天他有一個密會 我們再請教一下劉勇劉大哥 時報週刊的內幕是什麼 蘇貞昌先是勸的 是要勸蔡英文說退了 我民調已經贏你了 我年紀也比較老 就是讓我先來選 不過至於說蘇貞昌的民調 是不是真的高過蔡英文 這個未必啦 其實我所瞭解是互有領先 有的地方做出來的是蘇貞昌 有的地方做出來的是蔡英文贏 假如今天民調很明顯的 蘇貞昌一面倒的贏 不管贏多贏少的話 蔡英文會讓他 那就是因為在伯仲之間嘛 有時候蔡英文也會贏一些 所以蔡英文才不要讓啊 那就讓民調來決定 民調決定是我蔡英文贏 那就是照黨的機制來走啊 那這種情況下 對蘇貞昌來講是 當然是比較不利 因為蘇貞昌年紀 對他是不利的 他希望這一屆 就讓他選嘛 選蘇也沒關係 選是為甘願 我這個年紀也到了 那就找一些其他人去做賠啊 希望其他人大家一起來勸 最好不要走到比民調的地步 一個民進黨那些高層 他們都希望說 連民調都不要做 你們當時人談好 喬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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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 喬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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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說後天一選完立法委員選舉 明天選完對不對 後天是所有的天王 來我們就一起來一起來談 趕快把事情解決 我想這個不要忘了 還有呂秀蓮也要求說 比照一樣的規格 明天就一對一 我要跟蘇貞昌跟蔡英文 我都要跟你們一對一談這樣 我覺得民進黨本來就很熱鬧 這個你各自出招 這個豁福難料 有時候出招多人 搞不好也不見得領先或者贏 但是我覺得 我在基層聽到的聲音是這樣子 確實蘇貞昌跟蔡英文 目前是領先群 我也認為跟益鴻講的一樣 互有領先彼此都很強烈的支持者 其他人應該是屬於嚴重落後群 那這不談就是說 但是以2008的經驗 民進黨的支持者 遠比現在的天王 還深暗一個道理 就是你要怎麼競爭 你說自己好的 真正都沒關係 可是你們只要惡性競爭那個人 一定會被大家吐口水 惡性競爭那個人就會第一個出局 所以我認為 宇秀蓮副總統你已經出局了 因為你太惡性競爭了 那支持者反彈到不行 那我要回頭要講的就是說 不管是用喬的 會有什麼都沒有關係 但2008年那一次的 那樣的惡性競爭的結果 又勉強的組合 所謂的謝蘇沛 我們認為說這個情況不一定要發生 所以我們應該要尊重 不管是蔡英文還是蘇貞昌 最後是誰出現的話 要完全的尊重他們的副總統選擇權 不一定要硬配啦 我說硬配上次2008年下場 不是這麼好 那我回頭還是要提的就是說 我覺得蔡英文把所有人叫來談的是 一個對的決定 因為對的決定就是說 畢竟現在是有三個人在選 雖然兩個還沒有表態 但是原則上就是三位嘛 你不能讓李秀蓮認為他是嚴重落後群 你不能讓他覺得說 欸 現在變成你們兩個在和諧 我是要怎麼樣對不對 所以我會認為說把所有人叫來 然後做一種妥善的協調 或是做民調都沒有關係 但我最後還是要提一點 我們在地方拜訪 蔡英國長拜訪啊 那個支持者是緊張得不行耶 緊張怕說 你們告訴我們大家 大家找到 會好不完全 不過我認為目前他還算克制 還算克制 只有李秀蓮稍會走得出去而已 來來來我們看一下李秀蓮又出招 李秀蓮說他要單獨先跟蔡英文 他們要先打 蔡英文說很好啊 我這兩天我就要來安排 可是他炮風了一些點啊 一共是 他們幾個人 包括蔡英文跟蘇文昌 最近都是顯殊的 成敗論英雄啊 為什麼顯殊的人 可以打贏總統大選啊 三里亞他有講的一句話啊 一共蔡英文曾經領了 公務員的優惠利息 就是所謂18%的事情 一共是 領18%是不是嚴重的違反誠信原則啊 這會變成以後總統大選的一個很嚴重 有人才講說蔡英文已經被18%打趴了嗎 其實我覺得某方面 我還覺得李秀蓮蠻可愛 雖然剛剛天玲講說 他是在嚴重的落後群 可是事實上他有講幾點 他講這兩點是很正確啊 蔡英文當時18%誰在罵 又罵又拿 那你人家怎麼會對你的誠信 會有信任呢 我覺得這一點也是 為什麼現在蘇貞昌的一個民調會贏蔡英文 我覺得這個也會有其中的原因之一 那就那個蘇貞昌來講 你想他的政治備份啊 然後他的閱歷 都遠比蔡英文要來得多很多 那你如果說2008年 他已經屈居副手過了 如果你現在又叫他屈居副手 他當然心態上會很難平復啊 所以說他當然希望能夠勸退蔡英文 但我覺得這個態勢看起來 蔡英文是不容易被蘇貞昌說要勸退 就能夠勸退 但是我也希望說民進黨那些 想要有意角逐2012的人士們 其實我覺得不用假借說 我要團結就是在互相勸退 像那個呂秀琳的意見蠻好啊 多辦機場公聽會 然後你們政見會 去說明你兩岸的政策到底是如何 不要像蔡英文講兩岸政策 什麼是同額不同什麼等等 講老半天 我也覺得說就是我們九二共識 李秀琳是又出招了 李秀琳是昨天又講了 他說我要單獨一對一跟你談 你蔡英文如果你真的讓我服氣的話 我當你的總幹事喔 可是相對的你要說服我 而且你治國你要治好 你說你治國治不好又沒有能力 他所有惡喜 我很氣死 搞不好我要自殺 有那麼嚴重 講那麼重的話 其實呂前副總統一直抓著蔡英文打 說實在我同意剛剛天靈講的 因為打到已經是天如人怨 或是沒有人性了 那當然就是說 站在呂副總統的這個角度來看 前一陣子 蘇貞昌跟蔡英文會 這是一個密室政治耶 你們兩個在搞什麼 我也要參選嘛 要是我是呂秀琳 我也跳出來質疑啊 你們兩個是私相授受嗎 你們兩個講好就講好嗎 因為你不夠分量啊 不是那你不要這樣講啊 民主 民主 民主進步黨 你連基本的參選的權力 都把人家out掉 那那這算什麼 你程序要正義你們 民進黨不是常常在 這個拋紅別人說 你程序不正義嗎 所以當然要講清楚啊 今天如果說 像劉大哥當初有個質疑說 你蘇貞昌跟呂俊玲 蘇貞昌蔡英文在裡面是 仿效以前李登輝跟林洋港 你一任我一任 你們兩個講好 連那個全民調 都是虛應故事的話 那誰服氣嘛 第二個 你講到18% 那真的是重傷蔡英文 但是你們有沒有注意看 最近常常有一說 民調戰 就是說有些人出來放耶 那媒體的民調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是誰最先就開始講說 哇民調已經是 蘇貞昌領先蔡英文 一直在放這個東西 還有人寫在他的那個網路上面 那誰在放這個東西 顧翻名的辦公室主任就寫了 不管 各方人嘛 他說是蘇貞昌也去講了 我們看點戲的人也出來放 蘇戲的人也出來放 但是現在你民調都還沒展開 怎麼有這麼多聲音 而且現在傳出來說 是要勸退蔡英文 那蔡英文是 再加上你們講的18% 一直假衰哦 戰爭都還沒開始 我就被打入好像我是次等的 我是那個 你如果再跟08年比 08年蘇貞昌 在爆上燈辦滿廣告哦 然後打謝長廷哦 說轉英交點不能掩蓋 涉灘的事實哦 打成這樣兩個還可以合 你今天有什麼道理說 在開戰之前我蔡英文 被你國民黨攻擊個18% 我就應該要被勸退 誰有這個道理 人家都質疑他有涉灘的事實了 對不對 那所以就是說我覺得 全民調已經是一個 比較簡化的一個做法 不需要那個黨員投票 所以他們不用去跑 那個時間 跟那個所謂的性質 都已經非常簡化跟單純了 你今天還如果說 這樣還在挑說 我們停止內鬥 所以我們兩個你談我談 我們思想收拾 把李秀典撇在旁邊 那這個選舉能看嗎 李秀典是說 我跟你蔡英文 跟你蘇貞昌也要一對一嘛 那蔡英文也說好 所以他們可能明天後天就碰面 我們現在都不懂 他是他去幹嘛 他去逼公嗎 而且他講得很重啊 你一定要讓我幸福 我才當你的總幹事嘛 對不對 他不幸福 他說包括你當選的 你如果選的不好 我們去幫你抬轎 我李秀典就自殺 我氣死了 有什麼嚴重 齊雅兄昨天有引用彭白選 講的話嘛 對 說如果賴清德準備只做一任 那就做吧 我用這個話 送給馬總統 你就改啊 頂多落選而已 又不會槍斃你 就改嘛 怎麼會大家去考慮說 喔 這樣可能條件都跑掉了 管齊議會都避免都變盤 那你考慮這個 你選的那個重點是什麼嘛 就你為什麼要從政嘛 你的初衷是什麼 我初衷就是來喬的 哎 大家喬我好小 大家都很愛我 那個不是 蔡英文啊 她接受某雜誌專門她說 別人檢驗我之前 我先檢驗自己 光這一句蔡英文應該退選啊 我就拿十八八塊錢賣 我就退選啊 剛剛光晴提到這個 蘇貞昌的部分 那蘇貞昌也退選啊 我當初罵謝堂廷 我還跟他搭檔 我人格有問題啊 我政治誠信有問題 我還選什麼 每個都退了誰誰選啊 所以啦 這天啊 你終於講出我 亂講 對啊 李秀蓮去當誰的總幹事 我如果是候選人 李秀蓮當我總幹事 我就不選啊 哈哈哈哈 沒有 我說一說 我對天天最難怪 民進黨你也扶起來 她剛才說三個嘛 小英啊 蘇貞昌跟李秀蓮 我跟他講這三個都不好啊 我們是高標準的節目嘛 我們當時要最好的啊 那民進黨慶錢 沒有沒有 民進黨還有時間嘛 又不是明天就要選 還有時間你找一個 欸 其他總 選總統不用頒戶籍 嗯 對不對 你急什麼 登記之前還早啊 你找一個比較好的 跟馬英九請拚 這三個都不會過關 都不會贏 好 輝文說還有更好的嗎 等一下我們再追問他 還有沒有更好的 另外啦 TPPS最新的這個名字 前幾天做的喔 馬英九跟蘇貞昌是多少 41比39 這表示是打平手 是在誤差範圍之內 我們等一下討論一下 馬上回來